台湾我们已经成功的把口底液 把针成功 那已经有开始外销到一些的国家 提到台湾猪出口事件 农委会主委陈其仲很有自信 偏偏中国这时候来泼冷水 说不进口台湾猪肉 大陆是一向禁止 在动物的养殖过程中 使用莱克多巴胺 大陆是严禁台湾地区生产 或者由台湾地区转运的肉类产品输入的 两岸之间的贸易 本来就是要透过很多该协商 这个跟实际上的整个OIE 以及WTO的规范 我想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差异 真的不是中国说不就算数 尤其两岸进出口贸易 都得经过谈判签约 不仅生鲜肉品没有出口中国 而且中国还是疫区 中国现在是会做出的疫区 也是可提议的疫区 所以他们的猪肉不得到其他的国家 农委会强调每年880万头猪肉 超过九成都以国内供应为主 中国借着美猪议题刻意炒作 两岸分化 心态可异 也被台湾当场打脸 三年前我们说话题 对 感谢观看